我們遊戲王的上位牌組 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 有這麼好的成績 全都仰賴我們四大主流的主將 這位是馬魚者的主將 他抽牌已經比減鎖靈活 可以在不可思議的情況下拉開排叉 這位是鐵獸的主將 他展開快如閃電 威力有如開山屁石 這位是反主流的主將 他的場地魔法開出去的力道 總共有878磅 12獸的主將龍槍 連續三騎榮獲上位秉圖裡面的第一名 哦 原來這些就是主流牌組啊 很高興認識各位 大家好 歡迎來到NTU-CGM 今天我們要講解遊戲王新公佈的 2021年7月的競線卡表解析 這一次的競線卡表又再次出乎眾人的想像 最新的競卡是惡度被競的12獸龍槍 至於其他環境裡面的強力卡片 則是又活過了一起競卡表 究竟這一次的7月競線卡表 帶來了怎樣的衝擊 今天我們就來好好講解一下 每張卡片被動刀的原因 還有未來這三個月的賽場環境趨勢走向 這次的競線卡表內容非常的少 新禁止卡總共一張 新的準限制卡有三張 解除限制的有四張 總共整張卡表上面就只有八張卡片 至於加重限制的部分 則是只有三張卡片 除了這次的新禁止卡龍槍之外 另外兩張是泛用的手坑PSY 還有泛用的獸戰士族檢索卡 炎武天機 其他的五張卡片都是放寬限制 算是在近期環境以來 動刀動的比較少了一次 雖然說這次看起來動刀的程度不大 實際上對環境來說是砍下的第一主流 所以還是有一定的衝擊程度 雖然說看起來這次官方又是 以商業考量來作為競卡表的依據 不過實際上會禁止十二獸龍槍 還是主要跟這一期的環境有關 從四月表的競卡表公佈到現在 總共四五六月的這一期環境 一直以來都是鐵獸十二獸 佔據了秉圖上的第一位的位置 在第二名之後的牌組 就隨著環境的更迭有不同的變動 但是在第一位的主流始終都是鐵獸戰線 其中最優勢的鐵獸十二獸 曾經一度達到了接近30%的佔比率 在環境裡面可以說是相當的全面 相當的優勢 總結來說這一期的環境 優勢的主流是鐵獸十二獸 還有在前半期的純十二獸 至於其他的主流則是有電腦界 龍女僕 馬魚者 跟後期的鐵獸LL互相的交替 至於其他的競爭主題有 龍灰橋 幻影騎士團 調皮小子 壞獸灰葉 元素 閃刀機 魔舊天球影衣 紅蓮滑板 安迪米翁 還有少數的賽場主題像是電子龍 智明天晴 雷龍 這些都是有一定的強度 可以在賽場上面看得到的牌組 雖然說看起來賽場的牌組選擇很多 但是每一週仔細去分析的話 會發現長期以來鐵獸十二獸的優勢地位 是沒有辦法被撼動的 儘管後面強勢的新卡一直在出來 鐵獸十二獸還是明顯的 比其他主題加起來還要多 在體質上還是更為的全面 競爭上也更有優勢 而且跟上一期一樣 這一期的新卡漲價也漲得非常的快 常常一張卡如果在賽場裡面能夠投入使用的話 它的價格也會跟著水漲船高 而且在短時間內就會漲到非常誇張的地步 這次的競卡表大熱門 真龍皇VFD第三度的陶表成功 繼續維持在現衣的狀態 而且要出VFD的配件 像是電腦界 薔薇少女 那些卡片都一刀未檢 我相信下一期的三個月 真龍皇VFD還是會頻繁地出現在賽場當中 那我們接下來進入正題來解析這次的競線卡表 首先是禁止卡十二獸龍槍 它是十二獸的關鍵卡片 十二獸是一個超樣召喚為主 單體可以互相上疊的主題 這隻龍槍是所有十二獸的超樣怪當中 唯一一個有二術效果的 它的效果是拔一個素材破壞場上的表色卡片 這個效果在雙方的回合都可以使用 這樣子可以單體上疊又可以干擾對手的強大效果 使得龍槍是十二獸的關鍵定場跟解場的怪獸 幾乎撐起了十二獸所有的強度 在純的十二獸還有鐵獸十二獸都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這次被禁的原因是因為它的強度真的有到禁卡的等級 光是這樣講很多人還是不能夠體會龍槍到底有多強 單就效果來說 破壞一張卡片跟真龍皇BFD能夠鎖整個回合的能力 似乎龍槍沒有強到被禁止的程度 不過要是從戰略功用來看的話 龍槍在許多戰略層面上 確實是比真龍皇BFD還要強非常多的一張單卡 首先是在十二獸裡面的運作方式 有龍槍的話十二獸單卡就可以開啟它的運作模式 利用一張鼠把羊給丟到墓地裡面 再用狗復活起來用龍槍給炸掉 這樣子一隻怪就可以做出未來龍皇 或是另可三的定場怪 也可以做出圖花特招手牌裡面的鐵獸怪 再做後續更大的展開 如果這邊沒有龍槍的話 這張羊就沒有辦法被破壞掉 這個單卡的combo也就不成立了 十二獸的強度就會整個被拉下來 沒有像以前的一卡展開那麼強勢 再來就是單體能夠上疊六素材的天庭號 目前十二獸裡面有六張是超量怪 其中兩張變成了禁卡 所以剩下的十二獸超量怪只有四隻 一般來說是用豬直接攻擊之後再往上疊 假如說有龍槍的話 加上最下面的一隻十二獸怪獸 總共上疊五次 最後的天庭號下面就是墊著六個素材 以後少了一隻龍槍之後 天庭號最多就只能夠疊到四個素材 發動的次數就會少一次 使得說天庭號本身的強度就沒有像現在那麼的誇張 只能夠發動兩次的效果 它被解掉的機會就會高很多 再來是龍槍還可以對付永續魔線 還有彈手系的防禦卡片 阻斷電腦界的展開起點 比方說對方發動一張電腦界都九龍 把豬雀給放在場上 發動手排一張電腦界怪獸 這個時候連鎖龍槍把他的豬雀給破壞掉 就會使得他的怪獸卡在手上沒有辦法特召到場上 也沒有辦法處理他的後續效果 還有彈手系的防禦卡片 像是戰華盟將雙龍 或是龍女僕的陷阱卡 這些卡片如果看到一張十二獸上場的話 就必須要把他彈掉 如果不彈掉的話 對方上疊龍槍 就會直接破壞掉場上的卡片 甚至如果說你接連鎖去彈的話 另外一張卡片還是會被接連鎖給破壞掉 因此在使用這些卡片的牌組 必須要提前的把防禦卡給交出去 再來是防守坑的能力 龍槍因為單體就可以上疊 有非常好的防守坑能力 比方說在鐵獸十二獸裡面 如果下了老鼠直接被丟一張真直狙的話 可以直接上疊一張龍槍 然後把陷阱卡蓋一蓋換對手 對手這張真直狙不但只能夠抽到一張牌 場上也多出了一張龍槍的定場怪 在下一個回合對手不一定能夠突破 等於是我方就多了一個回合 可以再繼續做我方的招 這也使得賽場上的鐵獸十二獸 他的穩定度無法被超越 其他的牌組如果體質不夠好 都非常的難以跟鐵獸十二獸來相互競爭 最後就是龍槍的高外掛性 因為任何一隻十二獸都可以上疊 在任何的牌組裡面 你只要外掛一張十二獸 你就可以出一張龍槍作為你的定場模式 在一般的擺盪牌組裡面 也會放一張龍槍來作為破除王公赤命 或是魔風芳香的一個手段 另外像是十二獸黃金國 也是以單體的十二獸外掛龍槍來作為一個小定場 眾上所述 龍槍確實是一張在賽場上非常強力的一張單卡 不但兼具了定場跟結場的能力 還有採坑、防坑跟高外掛的能力 這次把他給禁掉算是非常合理的一個選擇 也是間接的提升下一期賽場的多樣性 不然如果下一期的新牌組 大家都外掛一張龍槍的話 反而會變成一個大家都沒有特色的一個環境 龍槍被禁止之後影響的牌組有純十二獸 之後的純十二獸 先攻不但訂不出未來龍槍 也沒辦法上疊龍槍 等於是說先攻已經沒有招了 之後如果還想要玩十二獸的話 就得要改成後攻的打法 但是後攻的打法又少了龍槍 天庭號沒有蛇 最多也只能夠疊到五個素材 定場的能力大不如前 其他外掛十二獸的牌組都會有同樣的問題 沒有一個足夠強勢的定場怪 在下一期的賽場 十二獸的外掛牌組 或是純十二獸 應該會逐漸的消失在環境當中 龍槍被禁之後被影響到的還有鐵獸十二獸 被禁掉之前鐵獸十二獸是一副先攻不會怕G 後攻可以出天庭號的非常全面的牌組 做大陣的話也可以利用胸鳥的效果 減鎖一張蛇 在最終的場面上多定一個龍槍 但是在被禁之後就沒有辦法做到這些選項 鐵獸十二獸還是可以投入一些十二獸的單卡 利用一張老鼠上疊狗 再復活十二獸 做出突發特招手牌裡面的鐵獸怪 減少你鐵獸手牌的消耗 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吃到手坑被斷招的機會就更多了 鐵獸十二獸在下一期應該還是可以打 但是失去了不少優勢 強度回歸一個合理的範圍 再來是準限制卡的部分 這次一共新增了三張準限制卡 其中有兩張是加重限制 從三張變成兩張 分別是PSYGAMMA還有炎武天玑 另外一張則是放寬限制 從限一變成限二 四魔法卡擺盪呼喚 第一張準限制卡炎武天玑 它是一張永續魔法 發動的效果處理時 可以將牌組一張四星以下的 獸戰士族怪獸卡加入手牌 在場上的效果是增加獸戰士族怪獸100的攻擊力 是一張獸戰士族專用的監索卡 在鐵獸戰線人馬怪的輔助之下 變成了三足怪獸的專用堆目卡片 天玑抓這張人馬怪 發動人馬怪的效果送入墓地之後 就可以堆任意的三足怪獸 獸族、鳥獸族還有獸戰士族 原本可以放三 幾乎是獸戰士族的牌組必放的單卡 剛好十二獸就是獸戰士族 因為十二獸的高外掛性相當的泛用 可以用單張天玑換成一張十二獸 之後就可以出龍槍或是天庭號 這次是因為環境裡面十二獸的影響 跟隨龍槍一起受到限制 變成了只能夠放兩張的準限制卡 影響的牌組是所有獸戰士族相關的牌組都會受到影響 包含鐵獸戰線還有鐵獸戰線的任何分支 少一張炎武天玑是少了一點上手的機會 不過炎武天玑本身就有一回合只能夠發動一張的限制 影響的幅度並不大 這些牌組還是一樣可以維持現在的運作方式 再來第二張是PSYGAMMA 這是泛用的手坑 針對怪獸效果場上沒有怪獸才可以發動 從手牌將他自己還有手牌牌組或是墓地的一張 通常怪獸PSY驅動者特殊召喚到場上 將對手的怪獸效果發動無效並破壞 這個效果所特殊召喚的怪獸在結束階段要除外 包含說怪獸效果的手坑 像是真直居、灰流琴等等的 也可以用PSY的效果將他無效 在手坑裡面的特殊地位是 他不會吃到墓穴指名者 而且會將對手的卡片發動無效並破壞 效果相當的強 但是在使用上也有一些限制 必須要自己場上沒有怪獸才可以發動 還有牌組會強制帶一張通常怪獸的負擔 有時候如果說你起手抽到這張通常怪獸的話 會對你的戰局有非常大的影響 賽場常用PSYGAMMA的牌組有像是 黃金國、龍女僕、影衣 還有早期的鐵獸跟擺盪牌 作為先攻擋對手手坑的方式來使用 也有不少玩家將他投入在背牌、在後攻場使用 因為在後攻的場次裡面 自己場上有怪獸的機會不大 發動這張PSY因為無效還會破壞 比一般的手坑 像是無限砲影 還要有效的阻止對手做招 如果是戰以先攻的場次 保持自己場上沒有怪獸 是可以利用PSY來防對手的手坑 比方說你發動一張有特招能力的魔法卡 對手連鎖了真值的G或是輝流 你可以再連鎖這張PSY 不但對手的手坑會無效 場上還會再特招兩隻怪 這兩隻怪獸的等級總和是八星 也可以做成水晶技巧 局勢就會呈現一面倒的狀況 比方說你自己打龍link發動一張魔法卡 對手連鎖G 然後你丟他PSY 不但你生出了混沌魔龍的同步素材 對手的真值的G也會無效 他就阻止不了你做後續的展開步驟 所以比較心思細膩的高手 甚至會刻意的在打法上避免自己中到PSY 就是對手場上有怪的時候才會出手坑 從三張變成兩張之後 上手率會大幅的下降 尤其是還會帶一張通常怪獸 對於牌組來說是有一定的負擔的 等於是說如果你的牌組沒有跟他很合的話 選用其他的手坑或許是比較合理的一個選擇 這也間接的會造成在下一期的環境裡面 真龍皇法皇獸如果要發動效果的話 比較不用去擔心對手會有PSY將他給無效並破壞 在對手沒有怪的時候發動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比較能夠徹底的封鎖對方這一個回合 對法皇獸VFD來說算是一個比較有利的優勢 不過以PSY的強度來說 本來會放PSY的那些牌組 應該還是會選擇PSY來投入 因為他的強度真的是非常的夠 甚至在影翼裡面他不會卡牌 可以當成融合素材來使用 所以原本有在放PSY的牌組 應該還是不會把它剔除構築 第三張新的準限制卡是魔法卡擺盪呼喚 原本是魔術師專用的檢索卡片 發動過魔術師怪獸的擺盪效果的回合 不能夠發動這張卡 捨棄一張手牌 從我方牌組將兩體卡名相異的 魔術師知名的擺盪怪獸加入手牌 發動後直到下一個對手的回合結束為止 我方場上的擺盪區的魔術師卡片 不會被卡片效果破壞 本身有擺盪自斷可以被魔法卡決鬥者降臨 檢索到手牌 那效果是直接抓兩張魔術師 我還可以確保自己的魔術師刻度 不會被效果給破壞 這個效果破壞包含了對手的破壞 還有自己的效果也不會被破壞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很好用 可以保自己的刻度 不會被對手的羽毛掃給拆掉 但是實際在使用上還是有蠻多的不方便 首先是他可以搭配止毒的魔術師 還有黑牙的魔術師 免費的使用一次改變攻擊的效果 也可以配合魔術師的陷阱卡 時空擺盪毒陣 當那張永續陷阱沒有順利的破壞到兩張卡的話 我會在後續送目對手場上一張卡片 因為你自己的刻度不會被效果破壞 對手的卡片會被破壞 等於是說你選自己刻度的話 就可以達成這個條件 直接免費的破壞對手場上一張 之後再送目對手場上一張卡 但是相對的也是有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他阻礙魔術師自己的破壞 還有復活的怪獸效果 像是慧眼魔術師的自爆交換刻度的效果 還有紅彩的魔術師被破壞可以抓擺盪魔線的效果 還有像是紫毒魔術師被破壞可以再破壞一張表冊的效果 或是說黑牙魔術師被破壞可以再復活 目的裡面暗屬性魔法始祖的效果 這些重要的效果在擺盪呼喚的效果適用之下 都會變得沒有辦法使用 尤其是像現在的時代常常會搭配擺盪最重要的令克怪 重鍊裝儀金公主要破壞自己的刻度 去觸發手牌裡面的咒毒 擺盪呼喚的防破壞效果也是變相的阻礙這樣子的運作方式 所以他的主要的價值是 因為條錢魔術師還限一可以利用這張擺盪呼喚來快速的上手 不過在使用上還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在現在的環境裡面也沒有辦法避免你的場面被天庭號給送目的 現在的魔術師基本上都不會放這張 解成準限制卡之後應該也還是不會放到牌組裡面去 再來是解除限制的卡片 這次總共解除了4張卡片的限制 以後就是可以在牌組裡面放3張的一般卡片 分別是數學家、發條魔術師、聯合格納庫還有防火強龍 原本都是準限制卡,這次就直接放寬成3張 首先是從上一期就解除2張限制的聯合格納庫還有防火強龍 聯合格納庫在上一期解除為2張進入觀察期 在這3個月之內APC的費劍還是太多 仍然是救不起來的狀況 所以繼續的放寬他的關鍵場地卡 上一期已經有講過相關的打法了 有興趣的話可以再回去看 防火強龍改效果之後上一期解二觀察 在現環境裡面任何的牌組都不會用到第二張 可見效果修改之後他就失去了他原本的強度 所以這一期就直接把他解成3張 現在他跟所有的主角怪一樣都是可以放3張的單卡 再來是發條魔術師 這張是發條牌組的特招主力 在改規則之前遭到預防性的現衣 之後又陸續的放寬成2張 在以前的進卡表解說影片也有講過 發條魔術師再加上發條鯊魚 就可以出5個素材的No.86 封守對方一整個回合 但是因為整副牌組只有特定的這2張卡才可以做得出來 而且在展開的過程之中也有不少的吃手坑的斷點 所以在靈活度跟應變力上面都大輸幻影騎士團 因此發條沒有在賽場上被很多玩家採用 從今年1月開始就解惡進入觀察名單 發條也是解除限制救不起來的系列之一 這次又更進一步的放寬發條魔術師 現在發條魔術師跟發條鯊魚都是可以放3張的卡片 他的展開部件目前已經是全滿的 不過發條空母仍然不太可能解除限制 但是在有幻影騎士團的環境裡面 發條應該還是沒有屬於自己的地位 應該也不會影響到賽場上的環境 最後一張是數學家 這張卡是史上最衰的一張單卡 反覆的都被其他主題給害到 他都是跟著其他牌組的大東刀一起被進去 已經在卡表上面上上下下總共8次之多 在2018年的4月表因為有植物令可的關係 所以被限制為一張 放寬之後在2019年的1月表 因為水晶技巧跟召喚女巫的關係 他要跟著再被限制一張 2020年的1月表將他解除為限制兩張 之後因為自明天晴長久以來一直停留在限制兩張的狀況 在現在的環境因為自明天晴還有影衣的影響力下降 所以將數學家給解除限制 可以放3張 但是他的效果是召喚成功的時候 只能夠堆4星以下的怪獸進入墓地 自明天晴裡面實用度不如廢鐵回收機 廢鐵恐龍或是終末騎士 所以數學家解除3張之後應該還是不會放到滿 只會跟原本一樣放1到2張 這次的解除限制應該也是不會影響環境 總而言之這次動刀算是蠻輕了一次 只有砍到目前賽場上最大宗的鐵獸12獸 只有龍槍被禁止的這個調整 會對環境造成比較大的影響 至於其他的單卡則是目前都不會影響環境 所以這次的重刀牌組就是12獸跟鐵獸12獸 最大的贏家就是電腦界 預期在下一期的賽場變化會是電腦界增加 鐵獸LL或是其他的鐵獸 會去補原本鐵獸12獸的位置 存了12獸在下一期的賽場就正式的死亡 沒有辦法再打了 至於手坑PSY的採用率應該是會維持跟現在一樣 但是實戰上的上手率會下降 變相的是提升了大量特招牌組的一個優勢 在下一期的賽場預計大家還是會常常看到這些卡片 像是真龍皇BFD 魔中洞 鐵獸的抗戰 還有天庭號 這些在這次的禁卡表都完全沒有動 再來解析一下2021年7月之後的遊戲王環境展望 下一期到底要打什麼呢? 其實目前的環境發展 在場上的卡池已經夠深 主題已經夠多了 近期以來 鏡線卡表在影響環境的方面 是影響力越來越小 把前面的主題給砍掉之後 後面的主題就會自動的補上去 等於是說賽場的牌組一直以來都是非常的閃 除非有大動作的規則改變 或是鏡線卡表一次砍了十幾張 才會有環境非常大的變動 與其在未來的趨勢 鏡線卡表也會是這樣子的走 結果在當期太過出頭的牌組才會正式的被砍 其他的牌組基本上官方都是會維持他的多樣性 使得玩家在買卡片之後可以玩的久一點 每一期的去調整自己的牌組去適應環境 卡表出來之後 下一期的賽場主要影響的是 龍槍被禁了 還有PSY減少 這會使得環境裡面的手坑結構 又回歸到防眼牌的趨勢 因為龍槍已經少了 所以無線砲影的使用需求就沒有那麼高 主要就是在對電腦界這兩張卡片 都沒有辦法阻止對手做招 可能會漸漸的減少數量 再來是面對電腦界的優勢 PSY還是有他的強度 可以對付真龍皇法皇獸 或是在過程之中直接把他的展開給破壞掉 即使只剩兩張 PSY的使用率還是會維持現狀 另外就是現在的展開牌其實不太怕隕石 隕石的效益並沒有特別好 當隕石有跟其他的手坑一起上手的話 他的防禦能力才會大幅的上升 所以使用率應該還是會維持一樣 不會說展開牌特別多了 隕石就會特別要投入三張 並不會有這樣的現象 再來是環境節奏的改變 主要是真龍皇BFD他的阻止方法變少了 少一張PSY 所以起手手牌的要求就會更大 系統小 手坑兼容度高的牌組 將會在下一期的賽場有一定的優勢 這張圓秉圖是在6月14號到6月20號的上位牌組的分布 是新的競卡錶首周適用的秉圖 少掉了鐵獸12獸跟純12獸 鐵獸在線的系統還是維持原本的優勢 可以搭配其他的外掛系統或是走純鐵獸 都還是在環境裡面非常的多 第二名的話是電腦界 如果只算單一主題的話 電腦界還是在環境裡面最多的一個牌組 再來三四五六名分別是龍女僕 馬魚者雷龍還有條皮小子 這次就是沒有被影響到的主流牌組 就延續上一期的環境繼續在賽場上玩下去 其他的牌組佔了33% 可見還是一個非常多元的環境 下一期的環境預測 首先是SS級主流 主宰賽場會佔秉圖大部分的是電腦界 電腦界在三個月前曾經砍了一張真龍皇VFD 不過經過這三個月的開發 已經被玩家給克服 有了一個新的防隕石手段 電腦界的牌組他的系統非常的全面 可以有堆幕還有大量特招還有續戰資源的效果 在龍槍被禁之後電腦界就再也沒有天敵來跟他抗衡 會在下一期的賽場比例上越來越多 先攻的話可以定法王獸 VFD 後攻的話可以用青龍或是天庭號來結場 對附魔中洞的話可以用電腦界門朱雀把他給破壞掉 技能剝奪的話則是對電腦界完全沒有影響 連自己都可以放技波 所以在下一期的電腦界應該會相當的優勢 再來是S級主流 穩定上位 每一周的秉圖都會看到他們 首先是鐵獸戰線 少了龍槍之後鐵獸還可以走其他的路線 像是純鐵獸或是鐵獸LL 這次沒有動到快擊還有抗戰的狀況之下 鐵獸戰線的系統還是非常的優秀 抗戰的循環續戰力很強 少了一張天機其實還是有很多的減鎖鏈可以使用 下一期的鐵獸戰線也還是不錯的選擇 再來是黃金國 特色是支援續戰力高 而且夠足上自由 可以放任何針對其他牌組的一些單卡 像是技能剝奪或是不死世界 都是很容易讓其他對手當機的一個單卡 所以下一期黃金國應該還是在每周的秉圖都可以看到 再來是馬魚者 馬魚者也是可以自由構築的一副牌組 現在在賽場上比較流行的是 重坑型的馬魚者搭配大量的陷阱卡 馬魚者本身有一卡出動的能力 新手有抽到電子界齒輪或是瓢蟲 都可以單卡的做抽馬魚者的展開 搭配大量的陷阱卡去封鎖對方的行動 在下一期也還是非常能打的一副牌組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現在賽場秉圖裡面 比較常見的純鐵獸的打法 少了十二獸的單卡展開 所以會必須要投入一些新的卡片 像是救援貓 救援貓的效果一回合只能夠使用一次 將他自己送入墓地 可以從牌組特招兩隻獸族的怪獸 在鐵獸裡面就可以利用他來特招奇特 然後拿去link 圖花之後再發動奇特的效果 堆一張納佛進入墓地 納佛就可以再幫你撿一張鐵獸怪給圖花特招 所以原本人馬怪單卡要出會計的話 還需要多一張手牌給會計洗回去才可以拿得到抗戰 但是如果是從救援貓開始的話 你就連那張手牌也可以省下來 可以直接做出link3加上抗戰的組合 那我們這邊先下救援貓 然後發動他的效果 從牌組裡面特招兩隻獸族的鐵獸戰線怪獸 進行link召喚出圖花 然後觸發墓地裡面奇特的效果 從牌組裡面堆納佛進入墓地 就可以再抓一張鐵獸怪 這邊抓的是人馬怪 這邊不一定要抓他 你抓其他鐵獸怪只要能夠特招就可以 然後圖花發動他的效果 把他從手牌特招到場上 這邊墓地就會有四隻怪可以讓你移除 所以就可以出兇鳥 然後再用圖花跟兇鳥兩隻做出 會計到場上 兇鳥就可以檢索一張四星以下的 三種種族的怪獸 因為這邊除外區已經有四隻 然後圖花還可以再跟他排連鎖 可以避免對手的手坑來干擾 好這邊假設抓到的是救援貓 然後這邊可以再洗一張回去 接下來會計再跟這個人馬怪做link3 就可以觸發他的效果抓抗戰到手牌 救援貓給洗回去 好這樣在對手的回合 你就可以直接開抗戰 特招四隻之後做link4 把對手給除外掉 那這邊注意一下 因為你的會計是正規特招的 所以抗戰是可以復活他 再利用這個方式 再檢索下一張的抗戰 然後一樣排連鎖可以躲手坑的 這個就跟之前都一樣 抓到之後你場上就會有link3跟link4 link3還可以再幫你復活一隻怪 好那我們再看一遍 好首先出兩張 然後出圖花 然後堆一張進去 抓一張怪 然後手牌特招 然後出匈鳥 好之後出會計 好抓一張 然後再出這個link3 好把抗戰給覆蓋下去 當然那個是支援最節省的打法 其實還是一樣可以做神功雙龍跟抗戰 只要你的手牌還夠多的話 那我們的手牌要求 首先要有一張給會計來洗 另外兩張要給會計來捨棄 這邊我們先下救援貓 跟剛剛一樣先出圖花 然後抓一張怪再特招出來 然後再發動他的效果先出會計 會計這邊再發動他的效果 捨棄兩張手牌從除外去特招 好那這邊要注意一下 你要放在這個格子 不要佔用會計旁邊的這個箭頭 然後這個時候再用他的效果 來出雙龍到場上 好最後出神功就可以觸發他的效果 好抓一張抗戰 好然後覆蓋下去 好跟以前的定場一樣是神功雙龍加抗戰 那一張抗戰之後還可以再出兇鳥 然後就可以再觸發下一個回合你所需要的資源 下一個回合你就可以再出這張怪 直接出連馬魚者把對手給回殺掉 資源的運轉量真的是非常的優秀 在現在賽場上幾乎沒有牌組可以達到這樣子的程度 接下來是A級主流 這些牌組在賽場上的體質不錯 而且也是有一定的上位能力 在兩三周的秉圖都可以看到他們出現 首先在下一期的環境之中 比較偏大量展開的牌組會佔有一點點的優勢 這類型的牌組有像是龍徽橋 兩卡就可以做出四檔的衝光 還有帶下一回合的目的資源 再來是魔咒 魔咒也是單卡可以做水機的展開牌組 再來是天球 也是一樣兩卡展開的牌組 有多個減縮點 展開的場面可以說是各主流裡面最難解的一個 前後台都有防禦卡 在現攻的場次勝率是非常高的 再來還有安迪米翁 安迪米翁雖然說展開的條件比較多 但是他在展開的力道上面也是非常強大的一副牌組 還有幻影騎士團 可以做出No.86封鎖對方一整個回合 再來就是針對大展開的 像是影翼還有雷龍 像是影翼可以利用影翼融合 或是影翼的位點來出米德拉什 封鎖對方的特招 雷龍可以用超雷龍來封鎖對方的檢鎖 再來是調皮小子 調皮小子單卡可以展開 可以兼容大量的手坑還有陷阱卡 還有龍女僕也是資源型的牌組 只要經過一個戰階變身互相換資源的話 可以在很短的回合裡面拉開與對手的資源差距 最後一個是後攻向牌組元素 這個是針對鐵獸戰線 投入一些結場卡片 像是壞獸、閃電風暴等等的 然後搭配自己的場地魔法卡元素網路 出4張元素超量怪獸 對手場上只要有一張攻擊表示的怪獸 就可以把對手給回殺掉 算是後攻回殺的條件非常的簡單 結場能力也可以讓對方意想不到 接下來是3到4週有可能會出現的B級的主流 這些牌組的體質也算是還不錯 但是沒有前面那幾副那麼的強勢 如果說喜歡的話可以拿他們來比賽 也是沒有問題的 包括說像是轉身炎獸、閃刀機、天晴 還有壞獸輝夜 再來還有像是魔術師、Spiral、煉獄機還有英雄 再來還有像是電子龍、恐龍、伊格尼斯 還有幻變騷靈 這些牌組都是值得推薦、值得研究可以比賽的牌組 這次的卡表裡面也沒有受到影響 可以在下一期的賽場玩玩看 總結來說這次的進卡表砍掉了鐵獸十二還有純十二獸 下一期的購組選擇會差蠻多的 不過依舊還是一個各個主題都可以佔的一個環境 新產品的話目前AC01出的水母牌組還相當的不錯 這兩週都有兩三副上位 最後的總結 這張卡表公佈之後 玩家可以持續的使用現在有的牌組 少了鐵獸十二獸其實有助於環境的多元性發展 所以常常有人會想要問說什麼東西可以打 什麼東西不能打 其實你選擇自己喜歡的主題 然後逐步的去改善牌組 是一個比較好的入坑方式 那感覺這次的動刀程度不大 能講的其實都已經講完了 如果說你覺得還不錯的話 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開啟小鈴鐺 或是善用我們的粉絲專頁 在Facebook裡面搜尋NTUCGM 有任何新的發文或是影片 都會在粉絲專頁同時發布通知 那還可以善用我們社團的部落格 NTUCGM的網站 每一週都會公佈最新的上位元餅圖 想要知道什麼可以打的話 就看每週元餅圖的分布 上面有看到你喜歡的牌組的話 就可以選擇那副牌作為你的入坑牌組 那今天就講解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